她是文学史上饱受争议的出强女人 16岁时就被家人包办婚姻 嫁给了比她大12岁的丈夫 步入了一潭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却在婚后第八年 意外邂逅了她一生中的挚爱 也彻底开始了她悲剧的人生 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贵族 气质高雅风韵迷人 是彼得宝社交界著名的美人 这天她匆匆乘坐火车赶往莫斯科 只为处理凶嫂之间的感情纠纷 然而列车刚刚进站 安娜便与面前帅气的军官四目相对 随着雾气渐渐散去 两人穿过彼此的眼神 似乎都感受到了那份差内奸的心动 男人声势地道歉 安妮走下火车 却又在挤步后忍不住回头 随后两人都被各自的亲人绊住 安娜开心地挽起哥哥的手正准备离去时 车轮转动伴随着一阵尖叫声 安娜被吓得回头 只见一个男人竟惨死在铁轨之上 触目惊心的一幕 让安娜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冥冥之中内心也有了不祥的预感 殊不知早在故事的开始 就预示了安娜的结局 在回家的马车上 哥哥向安娜解释着自己的种种原因 但安娜见到嫂子时 却并未偏袒维护做错事的哥哥 而是冷静地跟嫂子分析此刻的情况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即使做错事的是男方 离婚也只会让女方身败名裂 而且她还不得不为自己的五个孩子考虑 经过安娜的调解 嫂子最终还是选择原谅了丈夫的不忠 但此刻的安娜从未想过 同样的问题终有一天自己也会面临 晚宴舞会上 安娜的目光穿过人群 再次撞上了在火车站遇见的军官 沃伦司机年轻帅气风度翩翩 这一次她终于鼓起勇气 上前邀请安娜共舞 在欢快的音乐里两人尽情旋转 咫尺的距离 让两人之间的气氛渐渐变得暧昧 安娜的内心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而一旁嫂子的妹妹凯蒂看到这一幕 却把失落难过写在了脸上 因为多年以来她一直暗恋着帅气的沃伦 敏感的安娜察觉了凯蒂的眼神 这才回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与沃伦越过了界限 立马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 踏上了返回圣彼得堡的火车 在内心情感变得不可控制之前 安娜选择了逃跑 即使与沃伦跳舞的场景 已经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火车中途停靠 心情复杂的安娜准备下车透透气 结果却在寒风凛冽的夜色里 再次见到了沃伦的身影 安娜想要压抑内心不轨的清淡 但沃伦却没有打算停下她追求的步伐 她跟着安娜来到圣里德堡 参加一切舞会 努力制造与安娜见面的机会 还让好友为他们牵线搭桥 沃伦的追求明目张胆 从而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流言蜚语 安娜想让沃伦离开彼得堡 但此刻的沃伦却如同着了魔板 认为只有两人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幸福 她的热情与疯狂 的确一次又一次在安娜心中激起涟漪 相较于那段沉闷的婚姻 这样汹涌的爱意彻底将安娜唤醒 伴随着冰雪的消融 两人也最终跨过了危险的边界 贵妇脱下黑色丝绒外套 露出白色蕾丝包裹下的雪白肌肤 湛蓝的耳坠映着浅色的瞳孔 双眸变得更加温柔 让深爱她的男人彻底把持不住 安娜也忘情地享受着此刻的欢愉 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份 结束约会的安娜刚刚回到家 就收到了来自丈夫卡列宁的警告 安娜作为上流社会受人 主目的贵妇 她的一言一行自然也备受关注 沃伦对她的疯狂追求 早已引得旁人议论纷纷 只是丈夫还不知道 两人已经发展到无比亲密的关系 她更在乎的是自己的声誉 警告安娜要顾忌他们的贵族脸面 然而卡列宁的唠叨 却愈发引起了安娜的反感 此刻的她已经深深陷入了一段危险的感情中 沃伦带给她的爱是炽热浓烈的 也让她在一潭死水的婚姻之外 再次燃起了激情 甚至还怀上了沃伦的孩子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她 竟在此时想要和沃伦远走高飞 然而沃伦的母亲对此事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此时的沃伦本将有一次升职的机会 但她却有想要推掉的想法 不久后的一次赛马会上 沃伦在翻阅障碍时不慎摔倒 紧张的安娜竟不受控制地尖叫出声 然而这一举动 也彻底坐实了两人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 为了保全面子 卡列宁立马试图挽回局面 回到马车上 两人都心事重重 最终还是卡列宁打破了沉默 她关上车窗指责安娜刚刚的行为 结果安娜却彻底不想装了 回到庄园后 安娜写下一封信 告诉沃伦自己已经向丈夫坦白了一切 想让沃伦立刻来接她离开 而注重名声的卡列宁也在此时彻底被寂寞 但即使知道妻子对自己不忠 为了保全生育 卡列宁也绝不同意安娜与自己离婚 她要求安娜从此刻起安分守己 做好妻子和母亲的本分 否则安娜将永远都见不到她的儿子 为了儿子安娜只好选择妥协 赶来的沃伦甚至没能和她说上一句话 眼睁睁地看着和谐的一家三口离开 但两人的孽缘真的会就此结束吗 女人遭遇难产 床单上鲜红的血迹触目惊心 经过一番痛苦挣扎 她最终还是失去了腹中的孩子 外出办事的丈夫得知消息 立即赶回家中 却发现情夫沃伦也在房中束手无策 卡列宁顿时气上心头 然而看着躺在床上虚弱的安娜 真心地祈求她的原谅时 卡列宁又一次心软了 直到安娜安稳地睡去 卡列宁才安心地离开 找到房间外等候的沃伦 表示自己不会谴责对方 但请她现在立即离开 沃伦回到家后羞愧地想要自杀 可最终还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 而安娜在养好了身体后 还是再一次选择离开卡列宁 沃伦也辞去了官职放弃了地位 带着安娜前往意大利生活 起初他们的生活甜蜜平静且美好 但激情渐渐退去后 生活的琐碎同样也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沃伦还是想要回到俄罗斯 回到她曾经的社交圈中 她觉得这里的生活 让她找不到任何生命的意义 天真的安娜就这样被成功说服 两人一起回到俄罗斯 然而渐渐地她才发现 这一决定她根本承受不来 同样是身处舆论中心的两位主角 沃伦回到圣彼得堡 依然能在上流社会中混得风生水起 而安娜却饱受争议与唾起 不安与失落渐渐将她包裹 两人的感情也生出了许多裂缝 然而沃伦刚刚安抚完安娜的情绪 就赶忙来到剧院 与母亲为她安排的年轻女孩见面 安娜就这样成了彻底被抛弃的存在 为了挽回 安娜提出回到意大利的乡村生活 但沃伦却不愿意再陪安娜回去 两人在争吵后不欢而散 被不安包裹的安娜变得愈发敏感多疑 整日借酒交仇甚至精神恍惚 直到这天 看到沃伦与一位年轻女儿同乘马车回来 这彻底击溃了安娜的防线 两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而面对安娜的质问 沃伦也彻底失去了耐心 安娜独自乘车发出前往火车站 然而一路上 路人漠视的目光让她无处是从 有人忙碌有人幸福 但安娜却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她曾经为了这个所为的真爱 放弃了财富地位甚至是自己的家人 然而现在回头看 才知道那个决定有多么愚蠢 她缓缓走向站台 静静地等待着火车驶来 随后绝望的一跃而下 不知是为了报复沃伦的无情背弃 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 安娜选择用这个她觉得最残酷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安娜的死让沃伦痛不欲生 只是迟来的忏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万念俱灰的她抱着必死的决心投身战争 这段不被世人接受的爱情也就此落幕 相较于原著 安娜卡列尼娜 本片在改编过程中淡化了对社会背景的探讨 而更加丰富了安娜在面对情感时的挣扎喜乐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安娜错在将爱情与生活等同 却不知虚无缥缈的爱情中有耗尽的一天 一旦丧失就是全盘皆空